人类在大涅槃中活了下来 虽然多过沦陷 依托着兵力 科技 以及人类不屈的意志 五个大国挺了过来 我们组建了地球联盟 刚在其他二十三个地区建立基地 人类一直都活着 最关键的原因 那当然是因为人类中 诞生出了 武者 组建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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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在大涅槃中活了下来 确实 阿峰 你武技天赋这么出众又勤奋 成为武者已是指日可待 武者毕竟还有一段距离 我的首要目标是下个月的高考 我准备先考入军校 毕竟我们这些连租区走出来的穷学生 能免除学费拿到补贴 才是对家里最大的帮助 军校的训练条件更方便你提升自己成为武者 到时候 你可别忘了兄弟我啊 妹妹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东西从空中飞过 好像是一种飞行怪兽 你看错了吧 何况 大地盘石击后 没有变异兽会接近防护罩的 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 算了 我们回去吧 报告首长 变异兽越过了无人区 立刻拦前 目标是什么 黑罐金雕 雕类变异兽排名第三 飞行急速三点九倍音速 羽毛硬度超过金刚石 达到三级克洛金硬度 从图像分析数据来看 翼展为三十六米 体长达到二十一米 成年 S级 S级 距离多远 一千公里 根据黑罐金雕三点九马赫的速度计算 才有十五分钟抵达 战机呢 五分钟后迎击 扫定目标 请求开火 同意开火 是否呼叫舞者 呼叫 希望还来得及 长达英雄董南彪 牺牲三十八正年纪念活动 正在举行 全国科党图馆进行划圈 国家研究所在 RR病毒领域的研究 得到突破 可以将RR病毒 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 减少三十分钟 RR病毒的研究 现在有了突破有什么用 大涅槃都过去了 当然有用了 人类还不是感染了 RR病毒产生抗体 身体的能力 才会突飞猛进的 五者的诞生 毕竟也有RR病毒的原因 又懒 一提到五者 你就两眼放光 算了 还是想想眼前吧 有些目标虽然美好 但对我们来说 实在是太耀眼了 我走错教室 几时个人盯着我看 快毕业了 感觉好不真实啊 你也怕见不到某人吗 才没有 咦 咦